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建了这个平台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脱单宝典 第一是形象管理 如果想要脱单 最当务之急的便是要管理好自己的门面 如果你是男生 千万不要尝试格子衬衫在牛仔裤 如果你是女生 你可以上网搜索美妆教程 或是关注一些微信平台和美妆博客 学习一些打扮技巧 或者是参加校内社团 比如说宜家社 他们会不定期的展开一些美妆课程 或许在脱单的道路上 你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那一位 那么 游小平就教你脱单宝典 第二是拓展社交圈 大学校园中 社团活动无疑是头号爱情培养品 在此 游小平就为大家采访到 复旦著名的男神社团 极限运动协会 我觉得就是像轮滑滑板这种 极限运动比较危险 那就是在男女生 他们玩的时候 一般男生的技术会比较好一点 他会去教女生 然后这样会促进感情的那种加深 就肯定比在教室里面 两个人在讲题 你一句我一句这样 这样感情促进的比较深 就是烟火 比如说去可能在一个夜晚 我们突发起想去 跑到江湾去看游戏 甚至说我们会在 暑假的时候选择去青海湖 一帮人围着那个青海湖 去刷那个街道 由于各个院系男女比例相当不平衡 如著名的万岳尼孤庵 及阮工和尚庙 校内各院系之间 也会举行自主联谊活动 除此之外 各大高校之间 也会时不时地举行 校计大型联谊活动 在10月31日 财大 复旦 同济等高校 举办了一次大型时效联谊会 在这场联谊会中 你不仅能够欣赏舞蹈魔术表演 还能看到各类男神女神 还能勾搭男神女神 在游戏中和男女神来一次亲密接触 最后和男女神一起嗨翻全场 想到这儿 你是不是就 有啊 当然 认识了 当然除了这些线下的活动 在如今电子信息化的时代 一些线上的交友软件 已经成为了我们大学生社交的一个重要平台 在本次网络调查中 有39%的大学生使用QQ 百分之三十五的大学生使用微信 百分之四的大学生使用默默 当然还有大学生使用其他的交友软件网络平台 脱单宝典 第三是 勇敢表白 可能你已经有了那个心意的他 但却一直迟迟不肯表白 不知如何表白 或许 邮小平的这些采访能给你一些灵感呢 一个男生给一个女生一本书 然后书脚折旗的上面写了一些字母 然后合彩就说什么 我会一直等你 原来有一个同学 然后他给我送过很长时间的早饭 然后有一天晚上的时候 他就 怎么说完 他就 搭我的手 然后结果我们就 那我就先那个接近他嘛 然后跟他就是很熟的时候那种以后 就跟很好很好的朋友以后 然后就是让他对我产生依赖了以后嘛 然后就是就可以直说了嘛 我就觉得就是你 什么就很隆重的拿束玫瑰花 或者什么情女孩子突然去看电影 我觉得他非常蠢 我觉得 真的爱情是不需要表白的 就是两个人就是已经默认了 就就关系好到一定程度 可以在一起了 那就自然的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can't go on this way i gotta stop it babe you've been wonderful and all that you can be but it hurts when you